李克勤一直以来都是华语乐坛的佳话,细腻的唱法,超纯的唱功,不仅赢得了歌迷们的赞赏,更是获得了不少乐坛前辈的赞同,在展露尖角的时候,就被赋予了无限的期望,但是获奖无数的他却没能成为天王的接班人,甚至连四大天王都没人入选。 1985年,李克勤参加了香港十九区业余歌唱大赛,一首《物之恋》让他收获了不少的粉丝,最终以超高的实力迎向了这个比赛的冠军,就此开启了自己光辉的音乐道路,这个比赛第一季是张学友拿了冠军,所以当时李克勤被附上了无限的期望,即使到了今天,《物之恋》也一直惦记在粉丝们的心中, 这首歌不仅是李克勤的陈鸣曲,更是他的经典之作,没过多久,李克勤就签约了保利金唱片公司,在1999年,钱保利金是全球最有影响力规模最大的唱片公司,也是迄今为止史上最悠久的唱片公司,更是为华语乐坛打造出了谭永林,B Young的,张学友,黎明,王菲等天王级巨星, 所以当时李克勤签约保利金,也算是离自己的梦想更近一步 1986年,李克勤在保利金推出了自己首创唱片《李克勤EP》,仅仅比张学友少一年进入保利金唱片公司 当时李克勤出色的唱公,也获得了老大哥谭永林的认同 在李克勤刚进入保利金之初就对他照顾有加,斩路尖角的李克勤更是被谭永林清点为天王的接班人 当时的人气可以说甚至是超过他的诗歌张学友 在80年代末和87和88年,是李克勤自有希望成为天王的时候 其中最受欢迎的歌曲就属一声不变 这首歌不仅是1989年第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的金曲奖 更是广大歌迷们去KTV必点的一首歌 要知道在80年代,有着谭永林和张国荣这两位巨头称霸乐坛 初故茅庐的李克勤能够拿的金曲奖是非常不容易的 然而没想到,在进入90年代后 李克勤的音乐生涯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1990年,他发行了一千零一页专辑 其中眷恋,这一首歌也拿下了1990年 年度十大进歌曲金奖,颁礼奖的金曲奖 之后却因为公司宣传不到位而落不合 年轻气势的李克勤一气之下 就在1993年离开了保利金唱片公司 而在1991年,黎明就签约了保利金唱片正式崛起 刘德华也在这一年全力投入了音乐事业 郭富城也回到了香港发展 成绩多年的张学友也在这时突然翻身 其实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 到了80年代末,称霸乐坛的张国荣 谭永林和梅艳芳几位巨星相继宣布谢幕 这才给90年代的歌手们有了展现的机会 正当90年代的歌手崛起时 李克勤似乎还停留在80年代 他与时代格格不住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李克勤就像是被时代遗弃的孤儿一样 陷入了消极,没人给他写歌的困境 离开了宝丽金唱片的李克勤 音乐事也不断地在走下坡路 之后投刻了星光唱片 在1993年推出了回首 这首歌还拿了一次金曲奖 之后就再也没有什么好歌出现了 反而黎明,刘德华,张学友,郭富城 等90年代歌手在此时顺风顺水 一举将香港乐坛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有人说,如果当时李克勤没有离开宝丽金唱片公司 就不会有黎明的崛起 但黎明的崛起非偶然 早在李克勤当红的时候 黎明就以他出色的强调 以及顺势美颜吸引了大批粉丝的关注 而在进入90年代后 他就与刘德华、张学友组成了乐坛三剑客 又有人说,如果当时李克勤不是因为年轻气盛 四大天王就会有他的一席之地 这句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刚出道的李克勤就获得了乐坛大佬 谭永林的赏识 让他在长时间内处于在自己的光环之下 虽然这有助于他的成长 但是这似乎有点拔苗助长 所以当李克勤陷入困境的时候 就没能像张学友一样 来一次闲鱼翻山 而是一直依赖于谭永林 之后谭永林为了更好的帮助李克勤 甚至还和他组成了左铃、右鲤 一时间也引起了粉丝们的热议 也受到了不少观众的热捧 但是在四大天王的不断火爆之下 左铃、右鲤很快又冷了下来 李克勤又回到了困境当中 李克勤的唱功毋庸置疑 是有实力当天王的接班人的 加上谭永林的支持 他能够成为明日之星也是指日可待 但他却没有利用好自己获得这个巨大的机会 或许当时他真的不应该赌气 而离开金宝利唱片公司 因为许多好的歌曲都在那里 李克勤的音乐事业足以令人惋惜 但他的实力也是摆在粉丝面前 天王也不过是个称号 或许在观众眼里 他早就已经是天王了 红柿、乐扳小夜曲、护花使者 这些都是李克勤的代表作 他不仅是歌迷最喜爱的歌手 还是跨越四个时代的乐坛长青树 李克勤18岁变成名 曾红旗艺时却意外落选四大天王 命运不及将他拽下神坛 但为了继续唱歌 他不得不拼命努力 说到30年 李克勤的音乐之路 就像他自己作词的那首红柿 命运是如此颠沛流离 1967年 李克勤出生于中国香港 从小就特别喜欢音乐 经常跟着电视机里歌曲哼唱 那时 他的《温拿五虎》中的谭永玲作为偶像 随着李克勤的长大 心中向往歌手的梦也越来越坚定 凭借着在学校里参加过几次唱歌节目的经验 李克勤来到了全港19区业余歌唱比赛 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 一路披荆斩棘的他居然赢得了冠军 要知道这个比赛的上一届冠军就为张学友 可见这个比赛有多受重视 依靠杰出的唱功 李克勤也迎来了很多唱片公司的签约邀请 1985年 18次李克勤加入了保利金唱片公司 签约的第二年 李克勤就推出了个人首张同名EP 但先后出了两张唱片的李克勤 却没有溅起太大的水花 面对唱片销量不佳的成绩 公司决定让他多方面发展 尝试影视剧 刚成年不久的李克勤依然一副白面小声的模样 在不少影视剧中有出演过 不在少年时就是他最初的代表作之一 但李克勤的心始终都在音乐上面 直到翻唱了一首乐版小夜曲 让他的音乐事业稍有起色 这首歌在后来也被称为经典 沉寂几年后 李克勤以一首一声不变 一举拿下香港十大中文金曲 以及香港十大近歌琴曲两大奖项 在颁奖典礼上 还由他的偶像谭友林亲自为他颁奖 让李克勤激动不已 当时的歌坛友张国荣 陈派强和谭友林等大咖的作证 想要在音乐上出头 可是很难的 但李克勤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并获得了谭友林的欣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